拥有包括哈佛、MIT等诸多顶尖学府的麻州宣布教育领域的历史性重大变革 麻州所有公立大学将为低收入学生免去学费 这项名为MSS Grant Plus的计划 将让2.5万名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告别昂贵的学费 该项目从百万富翁税收中拿出近6200万元 为符合佩尔助学金条件的学生 以及家庭年收入低于7.3万的学生支付全部的学费和杂费 另外还有每人1200元书费和日用品费用 除此之外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 也就是家庭年收入在7.3万到10万元之间的学生 他们的学费等支付费用也可减少一半 今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就可以享受这项福利 就麻州大学来说该系统有无所分校 共计三分之一的学生现在就享有该福利 以著名的麻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为例 该公校每年中内学费约为1.7万 一旦对低收入家庭免除学费将能为这些家庭缓解不少压力 另外位于麻州的哈佛MIT这些顶尖私立学府 也有援助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相应补助 比如哈佛大学为年收入低于8.5万人的家庭免除全部学费 MIT也承诺家庭年收入低于14万人的学生可以免费就读